朋友来看到国时快速道路5.5公里处 在今天凌晨3点半左右 有一名驾驶工作完成疲劳上路 下交流道一时晃神 就撞上前方车辆 导致对方翻覆好几圈 差一点就要掉到高炸桥的下面 副驾驶更是手部头部严重的受伤 还一度受困在车里 在救护人员的协助之下 忍痛从窗户逃出车外送医急救 下车车侧边撞上护栏 没想看得出来车体已经严重便携 两侧A柱倾断裂 最要不得的是这时副驾乘客还卡在车子里 副驾乘客虽然刚刚才经历半车事故 可情绪仍然保持相当稳定 被人救出来才知道他伤得有多重 受困的副驾乘客愿门打不开 只能忍得疼痛 应是从窗口爬出来 只见他头部多处有大面积 淤血右手流血更是完全止不住 要压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好不容易逃出得以送急救 这起车祸事件就发生在二十一号凌晨三点半左右 国时快速道路五点五公里处 一辆向心车追踪前方车辆 抖制对方翻滚了好几圈以后撞上护栏 差点就要坠落至少十公尺高的路面 而会发生这起事故 转轩为后方的驾驶大咳睡 招式驾驶也是一脸愧疚 事发之后马上就与对方道歉 所幸虽然过程相当惊险 但没有弄起重大意外 副驾乘客送以后没有答案 只是肇事驾驶民觉自己疲劳 还硬是上路差点就酿出人命 自己也可能会被吊扣驾照 详细的肇事原因好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